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我 下意识弄你的爱慕 身体变得不由自主 这就是爱 快点快点靠近我 不会不会再落空 尽管却任性飘夺 宠坏你才享受 找回你每个纯真的笑容 才是我这一生中的绝交的拯救 我看见在迷雾的尽头 有人奔向我 牵起我温柔的手心里 一滴一滴的暖流 不懂不懂是你啊 自破无语温柔的想象 不太要出手 客气 找到你 快点快点靠近我 不会再落空 我去任性飘夺 宠坏你才享受 快点快点靠近我 不会再落空 我去任性飘夺 宠坏你才享受 快点靠近我 不会再落空 我去任性飘夺 宠坏你才享受 就会 看我今天帅不帅 你好 我是慕秋慧女士的主治医师 请问你是家属吧 是的 我是她的女儿 女儿 这样的 慕秋慧女士的那个病情已经稳定很多了 不过呢 这个家人的关心呢 对病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啊 她心里面一直挂念的就是你 所以啊 以后有时间的话都在陪陪她 好的医生 我知道了 你胡说 妈 秋慧 怎么了秋慧 你做个梦啊 你胡说 你醒醒啊秋慧 妈 你醒醒啊 秋慧 妈 周美兰 是不是周美兰来了 周美兰 周美兰不会来的 她不会再烦你了 妈 我在呢 林瑟 你来了 我来了我来了 我 我来看看你啊 这就是你日夜念叨那个女儿吧 要你管哪 哎呀你别在这儿烦我们了 妈 快走吧走吧 秋慧 没事不用管她 二十四号病人 说了不要串门的吗 这 医生啊 你怎么这个点车来了 我就是来抓你的 我就是来抓你的 抓我干嘛 她不是医生吗 家主 不好意思啊 她是隔壁的病患 特别喜欢往这个房间跑 一不小心就过来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们现在带她回去 你们要带她去哪里啊 休息 秋慧啊 你 你过来啊 你支持我了是不是 医生医生 你在这里给我夹个床啊 快回去 就在这里 夹什么夹 我有钱我给钱的 再到哪里去啊 你夹个床啊 我有很多钱的 不别浪漫 秋慧 你给我夹个位置 我有很多钱的 再到哪里去啊 可能是带这个叔叔去休息一下 没关系的 那还好 妈 这个叔叔 是你的朋友吗 我不认识他呀 不认识 没事没事 咱们不聊他了 怀恒呢 他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嗯 爸爸最近太忙了 所以他让我一个人来看看你 哦 好吧 没事 你跟着爸爸好好学习 照顾爸爸 帮爸爸 这样呢 妈妈就放心了 我会的 倒是你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知道吗 妈妈很好呀 你看我在这儿 多好 秦总总 叶哥哥 苏念 你面试通过了 哦 我现在在设计部工作 以后就请你多多关照 你在设计部啊 可以啊 以后要好好努力 嗯 我还有点事儿 我先过去了 哦好 拜拜 拜拜 江叔 关于牧林阵 我还想跟您商量 不理了 这是你的项目 我不会插手 您是不是 还是不太认同我的开发方案啊 如果我说是 你会听说吗 不会 那就不必再说了 张叔 既然做出了决定 就不要站前顾后 婆婆妈妈 出去吧 现在不过是开始 今后牧林阵的事 就按照你的心意 放手去做 不必再向我汇报 如果项目出了岔子 我也不会帮你收拾 我也不会帮你收拾 妈妈哄哄我 来 靠着 妈妈给你念书评 好啊 月亮啊 每次照耀在大地上 都会产生潮汐力的牵引 人和人之间呢 人和人之间呢 也有一种潮汐力的牵引 妈 这是什么呀 以前我小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啊 国邦哥呢 就喜欢念书给我听 可能都养成习惯了 国邦哥 是刚才那个叔叔吗 刚才的叔叔 不是 国邦哥啊 使妈妈的发小 以前我们 在玉山接住的时候呢 经常一块儿玩 然后每到过年了 我们就去放烟花 看《舞龙舞狮》 真好 小姑娘 你 你是谁啊 妈 怎么了 你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 投资款到了吗 还没呢 你在哪儿 有时间跟我一块儿吃个饭吗 无事献殷勤 非奸其道啊 我是有事献殷勤 名正言顺 你在哪儿呢 我在公司 行 那我去接你 好 怎么了 顾总 下车 借你车用一下 你要干吗 不打扰老板的私人约会 是一个合格秘书的基本素养 好 顾总 您不会是和叶总玩真的吧 跟你没关系 那顾总 自己打车 报销 顾总 顾总 我把他都摔在路边 你心里要做不干了 你把他都摔了 你把他都摔了 你把他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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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摔了 去哪儿啊 张总 这是刚下班 准备回家吗 张总 找我有事 你还别说 真有件事 而且这件事啊 是你一直关心的事 公司的事 明天再说吧 公司的事 有什么好说的 是关于你母亲 文静的 走走走走走 他们就这么一直跟着 知足吧 至少没有北辰 还能安静一点 吃饭吧 这个应该是你喜欢的 尝尝 确实还可以 今天我在公司的时候 看见苏念了 苏念 穆林镇咱们见过的 苏哲的妹妹 还记得吗 你和我约会 嘴里还在说别的女人 吃醋了啊 我这个人占有欲很强 不太喜欢别人惦记我的人 我也不喜欢被人惦记的感觉 但是 除了你 恶心 恶心 老子刚失恋 你们在这腻腻歪歪的恶心人 放开我 什么情况 吃个饭这么早些 叫经理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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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之前爱吃的这四个菜 行 好嘞 马上来啊 收到 你对这儿很熟悉吗 这种小馆好吃又便宜 我以前经常来 对了 你今天在公司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 方案通过了 以后木林镇的项目由我全权负责 那不是好事吗 但是姜叔好像因为这个事情真的跟我生气了 其实姜董生气也有道理的 为什么 你想啊 你一个堂堂的总裁 偏要去负责木林镇这样的项目 在全国来说 这也是独一份的 不过呢 大家都去做的事情还不一定是对的 我觉得独一份这个词还挺适合你的 那顾总到底站哪边 你说呢 再来了 真是阴魂不散啊 请慢用啊 但是在这种地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反正他俩也听不见 是吗 嗯 那你试一试啊 顾灵色 听得见啊 顾灵色 听得见 顾灵色 我喜欢你 听见了吗 怎么了 我看看 烫到我 没事 打了一下 明日集团的投资到了 先别管这些了 赶紧回去上药 走 看看再点点什么 张总 我不是来吃饭的 您可以有话直说 有件事 是关于你爸爸的 顾怀恒和叶南川之间的恩怨纠纷 我觉得 你有权去知道真相 赵总 不是要聊我母亲的事吗 江总监别齐 请我慢慢跟你说 江总啊 这喝酒可不解闷 有什么话您说出来才痛快 我可是没记性的 左耳进 右耳就出了 你想听我说什么 这叶南川 年少成名 他一直想要创造出一个 超越这个时代的建筑 于是空中花园诞生 这个项目刚问世的时候 轰动一时 合伙人之一的顾怀恒 帮助叶南川 帮助叶南川 找来了投资 有了资本的进入 项目进行得很顺利 接下来呢 接下来 事情一直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可谁知道 这空中花园突然倒塌了 造成了多人受伤 和一人死亡 而死的这个人嘛 死的这个人 就是你母亲文静 公司里很多股东对叶成书不满 姜董 这样下去可不太好啊 叶成书这小子 他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可毕竟 魏莱集团 他姓叶 姓叶 我为这个公司做了多少事 他们叶家是坐享其成 这么多年了 倒是第一次听姜董这么说 南川毕竟是我好友啊 这话 我也就是和你说说 这都是些陈年旧事了 本不应该跟你说 可是我心里堵得慌 未来集团父子也是 出奇力一致 不管你为他们付出多少 他们只会一意孤行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叶成书这小子 实在是 叶总这次 是有些不地道 说句不该说的 他和他的爸爸还真是相像 当年叶南川一意孤行 出了那么大的事物 他藏着掖着 是您替他收拾残局 你说你爸 这么多年为了蔚来集团 操累了心 而你呢 你是他的亲生儿子 他却对你不闻不问 一门心思扎在叶成书身上 送他去留学 费尽心思去栽培他 就这一点 叶成书那小子也得记着您这份恩情 结果呢 结果你也看到了 回来后为了慕林阵 反咬你爸一口 我说过不准再提当年那件事了 没一张记性吗 姜董 我们呀 也是为您有点不甘心 你不用再说了 我是不会信的 你还有李总 和并庄集团的那些勾结 真以为会没人知道了 我本以为姜董不懂 你还能误不出来吗 为了慕林阵在股东会上当面顶撞您 这要是让他在公司站住了脚 只怕 您的位置就坐不稳了 姜韩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孝子 可谁想到你连你亲生母亲的死都不够 还要跑去给蔚来集团 做一个任人摆布的棋子 哎呀 江总监 我觉得你应该认真考虑一下 这样的未来集团 值得你去付出吗 值得你去付出吗 考虑好了 明天 来这儿 好 好 好 来 我好 来 什么 你先坐会儿 我去拿药 没事 我看看 疼吗 疼 对了 穆林镇的项目我有些想法 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好啊 我想做一个启动项目来做宣传 毕竟现在是信息时代 酒箱也怕巷子深 穆林镇再有潜力也必须让大家知道才行 明日集团是传媒起家 所以我打算把这件事情交给明日集团来做 可是你忘了 如果说把这个事情交给明日集团 宣传部的负责人可是全子墨 那他也是明日集团的员工啊 他可不只是员工 他还拥有明日集团的股份 全子墨的家里可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再说了 他的宣传部就像是一个工作室 拥有独立的自主权 如果说他铁了心的不参加这一次项目 谁都不会松口的 麻烦呀 看来我得给全总监打个电话了 喂 全总监 叶成书 你找我干嘛 牧林镇项目我想找个专业的团队来做宣传 想找明日集团来做 到时候就得麻烦你了 你想让我帮你 对啊 零色在吗 零色啊 他不在 他 喂 全子墨 你也想让我帮他 是啊 论宣传 明日集团是不二之选 那你来得到汽油厂 我们见面聊吧 好 等我去找你 真去啊 我还没同意呢 真去 不论公司 我都应该好好跟全子墨聊一聊了 你在家乖乖等我 我一会儿就回来 要不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了 全子墨 你来了 嗯 你这车是可真够尴尬的 到底什么时候把它撤掉啊 不会有那一天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对你视而不见吗 我知道 你不喜欢我 也不想给我希望 可是叶成书呢 你真的喜欢他吗 你和他明明就是被商业利益绑架的玩偶 你管太多了 从小到大 你都是按照顾叔的意思活着 银色 我不希望你成为一颗任由顾怀恒操控的棋子 够了 别说了 石子水的事情 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毕竟明日集团 是这个项目的投资方 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利益 我知道 放心 我不少 好 子墨 谢谢你 你是在替叶成书谢我吗 不 是谢谢一直以来 都关心我的你 以后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我 还没好了 谁过来 江文兵正在赶来的路上 这个老东西啊 有年头没见了 还有 江寒也来了 嗯 江寒也过来 我给他准备了这个 有意思啊 这件事情办得漂亮 这样 你再去钓一艘船过来 接上江寒 在二五区等我 好的 顾董 去吧 有意思 他这样子 我会觉得 本来是不说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 我不是说 有意思 你不说 我没有说 你先看看这个 顾董随后就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快乐变成了你 不经意 脚步的轻易 可能是因为遇上你 心底下起了雨 不清晰 困在空空房间里 想 变成你的谜 对着你的谜 算不算是一种情景 喜欢上你倔强的眼睛 是银河的距离 闪烁的小星星 梦越清冷越美丽 还有多少个主题 尽管曾经 我一定 找到你 好喜欢你 这满天的繁星 闪烁的好美丽 我一眼就看到你 一眼就看到你 尽管 有点好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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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好美丽